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T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大数据分析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来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 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个数字我把它认定是标准 我觉得才比较正确 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 二才是我们比较正确的一个标准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 在去做 做这个大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 以这个 这个标准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订单分类 举例来说分类这件事情 到处都应用得到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现在流感 请问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区分 它到底是一般的感冒 还是流行性感冒 还是新冠病毒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 那如果是新冠病毒 那我们大家都要戴口罩这些 可是如果一般性的感冒 那你就吃一吃感冒药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说明它是真的是拉肚子而已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它是不是要分类 那请问 我现在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笔订单 我应该也要先会去做分类 分类成什么 这个是高利润的 这个是低利润的 这个是负利润的 我把它分成这三类 然后我再去分析说 高利润的产品是什么 对吧 然后我们才要去再继续 再去做一些打广告啊 或者是设计变更啊 增加新功能啊 那如果说请问负利润的产品 我们是不是要去分析 是不是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教你 这个透过标准利润来做 来做分类 因为在这里面 这里面我想要知道 它是负利润 就是这笔订单 它是负利润 或者是说 这个产品的销售啊 它是负利润 还是正利润 是高利润还是低利润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利润来去做分类 怎么做分类 分类的函式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利润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利润 如果大于400 我们就叫做高利润 可以吗 如果大于0 小于400 这我们就叫低利润 所以这个函式其实也就是用利润来去做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的原型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负的利润这边影响真的很大 而且它所占比例20%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事情 好了 可是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产品的分类 产品分类里面 在这个地方 类别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的产品类别里面 它的一个产品的销售表现是怎么样 好 所以首先兼勾了类别 再来我们可以去勾什么 去勾所谓的这个 请注意哦 我要勾是平均利润2 平均利润2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勾平均利润2 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说真实的获利的表现是怎么样 真实的利润 因为真的利润小于0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常态 那如果是我们应该到时候要好好的去分析 这是不是负利润 点选负利润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是没有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算平均利润的时候 平均利润的时候 2 我是不是没有算小于0的 可以了解吗 所以他这边没有 可是我重点是要请你们知道 我等一下要分析的是这件事 在高利润 高利润有看到吗 高利润 这三者的表现 这三者的表现 符合平均表现 我想再没有问题 那低利润呢 低利润是不是也差不多 可以吗 这个是这个是就什么来去做分析 产品的主要类别 类别 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 先看高的利润 高的利润 我们看到了什么情形 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势 就是家具第一名还是第一名 记住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是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字不够大吗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技术 技术是第一哦 可是你应该知道 你看一下这边 弹工用品是第一 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们刚刚在看利润的时候 弹工用品是第一 可是我们现在去看那个 有获利高的 其实是技术第一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的意思吗 在那个 以获利标准来去看的时候 高标准的利润 技术是最高的 那可是在原本的利润分析这边 技术是第二 它不是第一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关注一下 办公用品它的获利表现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办公用品在这边 你看办公用品 它是公司的主产品 主产品 它的高利润的表现的情形是这样子 第一表现是这样子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在整体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办公用品是主要产品 但是它的获利表现是最差的 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各位知道 可以吗 好 所以麻烦请各位 这边我们画原型图 我们知道了利润分类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画出类别的一个表现 类别的表现 而且我用的是平均利润2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我把这个类别的值 换成平均利润 换成平均利润 放来这边 因为这里面我们有负数的讨论 好 所以我把这个值 这个值换成平均利润 你看当我点了高的利润 好我想这三者都很高 这没有问题 好 当我来去看那个低的利润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好也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技术办公用品 技术加剧办公用品 可是你要知道 真实的公司的明星产品是办公用品 可是在利润分析的时候 办公用品是最糟糕的 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在分析有一个小朋友 他成绩很好 结果他得59分 就是质99分 得得自体积 那个得道德的那个分数59分 你听得懂这件事情吗 我现在我们公司 最赚钱的产品 刚刚看到利润最高的产品 是办公用品 可是这边在做利润分析的时候 他获利是最低的 意思是什么 部数最多的在这边 听得懂 假设你今天这个东西卖很多 获利也很高 可是退货的也是他 有听懂吗 这样子是不好的 这是绝对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那个产品 那一样我们做什么 群组直调图 因为这是最容易看的 最容易看的 然后接下来呢 子类别的一样平均利润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为了等一下我指出来 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放在下面 这样子方便大家来去看 因为等一下我要 我要去门特别看办公用品 到底是哪一个产品 这边利润分析这么高 这是利润 我们那时候做的是不是利润 利润 这是数字 这是百分比 它的利润是0.67 好 可是当我们一拆开来看的时候 办公用品它出现很大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x轴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 首先我们来去看 这个 这是什么 就是高的利润 高的利润 高的利润 有看到吗 高的利润 最高的利润的表现是在计数 计数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Ctrl键可以按住 然后再点加剧 这个 对不起 第一名是计数 好我们就点计数 然后他说这里面最高的是设备 好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那个高获利的类液 以及子类液产品 是不是就被我们找到了 高获利 这边是不是高获利 然后最多的 因为这两个都蛮高的 对吧 所以 这边这几个都是高获利 所以怎么看这件事呢 Ctrl键 按住 点 计数 你就可以看到了 他其实都是高获利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最重要是不是这个 低的获利 跟负的获利 我们来看负的获利 点这个 没有获利 请问一下 当你刚刚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高的获利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就是说 他其实获利还蛮高的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负利润也很高 有看到这件事 这个上下的差距要是很大 代表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产品桌子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他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 这个是负的利润 最多的是哪一个 是家具 有看到吗 你看 刚刚在利润分析这边 我们办公用品技术跟家具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 家具是 类别是 在这个地方 它的 它的 利润获利的比例是相对低的 那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 家具 家具这边 是不是看到 它不是成长 它是 往下降 它是负的 零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所以 接下来 我应该要继续再看一下 那到底哪一个 利润 这么糟 所以控制住 点 家具 结果 答案是 桌子 可以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也就是说 桌子这件事 早就应该 要 处分了 对不对 因为它这边 零在这个地方 所以 有看到 而且 在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是 控制住 这是 家具类 最糟糕的是 桌子 那接下来 控制住 点这个 技术 技术谁最糟糕 是 这个 影印机 有看到吗 影印机 这个 越前面出现 这个 退货 或者是 负利润越高 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为什么 卖的越多 结果退的也很多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可以 点它 然后控制键 点这个技术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这边影印机 是不太好的 再来 还有 还有 就是这个办公用品 控制住 点它 这个最糟糕 叫做 器具 器具 而且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 这几个应该是 主要公司的一个 获利来源 可以了解 这边要是出现很高的 负的利润 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 有看到吗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去找 去找 高利润的主要产品是谁 去找 就是负利润的主要产品是谁 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这真的对我们做资料分析 或者是要去报告给主管丁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 还有空间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去做 去做所谓的一个 什么视觉化呢 各年 各年的表现 各年的利润表现 首先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各年的话 是不是订单日期 的那个 平均利润 各年的平均利润表现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是高利润 高利润 其他表现都还OK 可是 其实如果你用折线图来去画 它其实好像月略有在往下降 高利润的表现 那低利润的表现 也差不多持平 持平知道吗 那 不好的利润 有看到 负的利润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在增加 可以了解吗 负的利润 它在增加 请问 我们用时间来去看的话 是不是又看到另外一个资讯 什么资讯 我们的利润 这个负的利润 在逐年的增加 看得出来吧 这个趋势线 有看到吗 好 你看我点这一个 有看到它其实是在往下降的 有看到这件事 好了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 你来去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 类别的分析 然后在类别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去 到底是什么纸产品 什么纸产品的获利 变成付获利最多 最魂获守 或最关键的纸产品是谁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是这一个家具类里面的桌子 有看到吗 桌子 好 然后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边在呈现 因为我只看桌子 这边呈现的内容是什么 它是指 其实每一年都很多 所以 这个图在呈现这件事 好 所以 这件事情是2013年 就应该赶快去立即处理 结果一直拖到2016年 这个利润 利润不好 所以 如果说我们早 早点知道了 观察 观看到这个现象 是不是早点去做改善 是不是 至少不用年年亏损这么多 好 所以我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这叫类别分析 那就请你们 我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对不起 这应该叫做利润分析 利润分析2 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主成分分析 PCA 然后呢 假设 什么叫PCA 什么叫主要成分分析 它主要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因子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特征 那这些特征 谁是影响最主要的关键 没关系 谈计判